大家好 我是Kristen 還記不記得我之前說相愛白額負能量的那條片嗎 當時出的時候沒有特別的迴響 但是到現在為止 我都偶爾會收到觀眾的留言或PM 跟我說這條片很幫助處於低潮的他們 真是不枉我用寫論文的氣勢去做那條片 片中說的尋找復原靈這本書 最重要的一個keyword就是覺察 覺察到負面的情緒 就是自我復原的第一步 今天就來和大家盡情覺察 維勞講一下女性平時的難處 我不是說做男人很舒服 但是我沒有經歷過實在是分享不到的 各位男士們 如果你都想了解一下女性的難處 都歡迎一起和我們放苦 如果你不喜歡聽別人的放苦 覺得說出來又有什麼用 那你現在就好走啦 每個月總要經歷一次的PMS 一不小心就失眠或者睡太多 一不沒胃口一不變小林磚 有時很想哭有時有瘋狂大笑 情緒錯過山車 上一秒發脾氣下一秒即刻後悔 簡直可以拍個女版給你 皮膚變差不再畫下 腸胃又不聽話 嚴重點頭暈肚痛到叫媽媽 有時PMS整個禮拜這麼長 好像才剛剛來完無奈 又要開始 不僅是一個驚奇不夠嗎 為甚麼金錢都要有正後裙 在2020年第一波疫情 work from home 的時候 聽到鄰居咳 覺得很焦慮 生活形態和作息又變得很不同 於是經歷了一次荷爾蒙失調 連續失眠 下巴塞曬紅色黏黏黏和暗瘡 最慘的是做運動和看中醫 都不可以馬上沒事 只能夠等內分泌系統自己調節好 再去調理預防下一次的失調 天啊 小時候最怕看牙衣 大個最怕看褲子 檢查的過程 就不詳細說了 但真的令我感覺很差 可能是去看那個醫生不夠好 可能是我心情不夠放鬆 總之 就不爭氣地哭了 以後都不想再看褲科了 但偏偏 褲科檢查 就是女人最應該每年做的檢查 為什麼呀 都2022年 我們還是對別人的外貌這麼苛刻 尤其是對女性 PMS或者賀爾蒙失調 皮膚比較差 立刻就說 嘩什麼皮膚差了 你皮膚沒有差過的時候嗎 嗯 有可能真的沒有 肥了又說你要減肥 瘦了又說你太瘦了 有些是擔心你的健康出於好意地說 有些就真是純粹夾閘個人觀感的批評 我是瘦啊 但我三餐正常健健康康 有做運動隨時比你 你憑什麼字字點點啊 來到這裡 先休息一下 拆布一個合作商品 最近有喝Glamd Bio寄給我的美力賴色 它的賴色有豐富的蛋白質 腺食纖維和九種必須的按記書 加水拌勻就能喝 它裡面還有一些脆脆麥片 是牛奶蛋白質酥 乾糟米和乾糯米 加入平時餐食的麵做飲品 補充營養油好吃 它有朱古力味和白雀奶茶味 今天沖的是朱古力味 味道和普通豬奶真的沒什麼分別 生活在人類社會的我們 由一出生就好像要跟著社會時鐘去逛 喂!27歲了,還要拍拖嗎? 沒有人要的啦 30歲了,要結婚生仔的啦 女人再不生就老的啦 你這麼想我生,不如你幫我生 在這段片接近尾聲的時候 分享一段我之前看到的說話 原來我們不只是可以過一種 線性向前的人生 而是可以去分叉路探索一下 甚至可以反過來 只要確定是自己想要的 跟不跟得上同僚人的節奏是其次 跟得上自己,就好了 放完幾分鐘的褲啦 生而為人,一點都不簡單 無論是男還是女 都要面對大大小小不可控制的難處 我們連PMS和腐科檢查都過到了 還有什麼是過不了的? 給點掌聲自己先 看完這段片的你 希望會有少少少少少少少 那麼多的色彌 多謝你們收看 我們下次再見啦 拜拜